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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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关注应该是明镜吧 因为他表现得非常好 亚洲杯八强双半条大赛 首列比赛就十分激烈 最后一个弯道到一两个片子都十六块一万人里面更快一点 其实最后 中国台湾选手牛在一关人的对抗中 直接刷新了急速昆导的记录 在一关人面前 大破记录 不知道关人当时心情如何 反正局里不由地感叹 始别三日当刮目相叹 虽然没能在本届亚洲杯战胜S联赛选手 但未来可期 期待他们来年的表现 在中国大陆赛区这边 经历了第二日的清关大战之后 明镜在第三季再度迎来大的老对手 亚洲车神云海 两人对抗之激烈 最后 明镜驾驶超能举喵 在欢迎成驾驭率先出现 拿下亚洲杯胜者组名额 至于呼向广州的最后一张门票 关人在内心争夺的勇气剧烈 进入到熬战模式后 关人更是连追五分 呃 这个场景 局面觉得好像有点熟悉 恭喜请求一关人 拿到了我们乔舞争夺赛的冠军 最终 熬战到赐予凌晨的关人 也是在自己的声誉 拿到了最后一张亚洲杯总决赛的门票 与云海明星一起 前往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争夺亚洲车神的称号 迈克伦这台车的话手感挺好的 是一台起步程 就如果要冲出去的话 这台车肯定要用 这台车的话什么头都能跑 想跑那张头就用了 手感是比较偏轻盈的 对抗方面要有点劣势 但在起步方面优势比较大 我觉得像跑跑远间隔 跑寒线进 这种起步可以把他的特定优势翻挥出来 做感挺好的 就是前面可以当起步车图具吗 按我的来说 我就喜欢拿来跑那个320冒险岛 这个车就是用于起步离下一个弯道 距离比较远的 对抗方面的手感现在越用越好了 嗯 非常棒 值得错 觉得他们还是比较稳定 而且也是有极限性的 总体来说还是很有实力的 感觉他们变得好强 还有有点压力 我们还得提升一下 也还是挺稳的嘛 就是没打就挺陌生的 然后所以也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 打完之后的话 跑出了一些稳定性 细节还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比赛经验不够丰富吧 我感觉如果明年他们再来的话 就会有悬念 目前的话还没想过 先承着吧 先承着 先扎着 承着 承着吧 这期《飞车与疯狂》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期将带来关于亚洲杯总决赛的内容 三位选手能否超越自己突破极限呢 12月27日和局妹一同见证吧 赛道向奔驰的老司机们 冲呀 我看不出了 我看不出了 太阳了 一会就挺好的 你为什么要去 我有说跑步 你怎么会多站好 两个手下这样扳下来 对对 可以 真是只有胖 才知道的 发给 开局这次依然是云海会更快一点 对 但是这一个内道放得出来 两个人再次去抢这个左弯 云海一直是牢牢的占据路线 但是逆心这边还是对抗上占据了点优势 看一下这个落地点非常重要 两个人又挤在一起 云海还是占到了优势 新闹口也是顺利通过 记录是没有了 但是比赛胜利还是能够拿下 这里一直跟在后面 就开始对抗 这边顶着官人走了 官人给顶出去了 应该是官人他没有进入到飘移状态 速度确实丝毫不减 恭喜QG宁青 弹过来极限延续 没错瞬间拉近距跌 星星加在上来以后牛在前面 稍微翻了一些YG反超成功 这边侧身一拉 直接反超最后星星加斯带 没错 延续过来 让我们恭喜YG 挺了过来 没有冲到右边的激光枪 后边迅速拉近距离 这里的话能撞过来吗 也撞不到 最后两个拼 但是这个弹道反超过来了 我的天哪 从这边赛本最后完成了反超 这个弹道打得太漂亮了 看下一弹道 没有任何问题 对 也一直在寻求最快的路线吧 看落地以后 这个弹道 我觉得我们没有关注到第一天的成绩 但是从现在的期间点来看 我觉得这一把不卖啊 这个记录好像是要有了呀 2分25秒32 请求子墨保持了21天的记录 被YG1分25秒32 驾驶迈凯伦打破 3分25秒32